尽管如今的娱乐圈崛起了很多九龄花和九五花 但是八五花的地位依旧是不可动摇的 每一位八五花都有两部以上的爆款剧 他们的国民度是现在乘着网络剧东风爆红的流量花们难以企及的 很多八五花也在爆红的时候做了两手准备 比如签约新人演员 八五花中有两位都捧出了小有名气的后辈 他们一个是杨幂一个是唐嫣 如今他们和这些后辈的关系也再一次发生了变化 比如杨幂离开了家行传媒 唐嫣工作室旗下的艺人陈玉琦也有了新的打算 近日陈玉琦工作室发布了一则动态 配问是重新开始 其谐音自然就是重新开始了 据悉陈玉琦和原公司的合约已经到期 他似乎也决定不再续约 将会成立个人工作室 从此资历门户 陈玉琦粉丝后援会很快也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 凡事过往 皆为续章八年之约圆满 竹梦月市不忘初心 勇敢成长欢然新生 根据后援会的发文也可以了解到 陈玉琦和前公司八年的合约到期 不再续约将会开始新的征程 据了解陈玉琦是凭借着唐嫣工作室 签约艺人的身份出道的 在签约唐嫣工作室之后 陈玉琦也和唐嫣关系不错 每一年唐嫣的生日 陈玉琦都会发文祝福 两个人还合作了影视剧《锦绣未央》 《锦绣未央》是由唐嫣和罗靖主演的古装电视剧 其播出之后反响不错 是当年的热播剧 陈玉琦在这部剧中饰演了九公主一角 并且凭借该剧在影视圈展露头角 她参加颁奖典礼的时候 还特意感谢了唐嫣和罗靖 并且称呼唐嫣为我的唐唐姐 初出茅庐就能在大制作剧集中 饰演关键角色 这自然要得益于自己背靠唐嫣工作室 锦绣未央也是陈玉琦和唐嫣合作过的唯一一部作品 之后陈玉琦又参演了《香蜜沉沉靖如霜》 在其中饰演女二号的角色 《香蜜沉沉靖如霜》 是一部至今仍让很多观众印象深刻的包款剧 该剧热播的时候还因为配角加戏 剧情珠水等原因引发过不小的争议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部剧却是让主演们纷纷事业更上一层楼 自《香蜜沉沉靖如霜》爆火之后 陈玉琦的事业也水涨船高 她开始接女一号的戏了 这些年陈玉琦也合作了很多知名男演员 比如她和罗云熙搭档主演了《月上宠火》 和王鹤蒂搭档主演了《浮屠猿》 还和曾顺熙搭档主演金庸先生的经典武侠小说改编的《一天屠龙记》 只不过陈玉琦之后主演的剧集的成绩并不两眼 没有一部剧的热度超过了她演配角的那些戏 此外陈玉琦的演技也一直饱受争议 现在的她打算自立门户重新开始 但是很多网友都表示对她的未来并不看好 有的网友直言陈玉琦最有灵气的角色还是锦绣魏杨里的九公主 并表示越到后面整个人越疲惫 演技没提升灵气又没了 有的网友则称她演技挺差的 还有网友拉平陈玉琦是腹部器的阿斗 除此之外 还有人用离开了家行的李希瑞来预测陈玉琦的未来 把五花中除了唐燕工作室签约了艺人之外 还有杨幂也参股了家行传媒 扶持了多个后备演员 当初产后付出的杨幂就带着四位签约家行的艺人 走上了精英节的红毯 这四位艺人分别是迪丽热巴 高伟光 张云龙和李希瑞 毕师这四位都是家行力捧的演员 迪丽热巴先后参演了杨幂主演的影视剧《古剑奇谈》 和《三生三世实力桃花》 并且凭借白凤九亿角色小有名气 那个时候 迪丽热巴很多的主演剧都是和同公司的演员搭档 比如《勤势力人明月星》和《傲慢与偏见》等 李希瑞当时也是家行力捧的演员 在杨幂和黄轩主演的《亲爱的翻译观》中 她饰演女二号的角色 在迪丽热巴和生一轮主演的《漂亮的李慧珍》中 她同样饰演了女二号的角色 只是后来她选择了离开家行传媒 之后热度和人气骤减 唐热和工作室旗下的艺人陈玉琪 仅仅是合作了锦绣未央 将陈玉琪带到了观众事业中 就没有再多多提携 杨幂的风格则和唐热有很大的不同 那就是在家行的这么多年里 她一直带着公司的艺人拍剧 这些剧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家行大礼包 从三生三世实力桃花到扶妖再到暴风演 杨幂可以说是凭借一己之力 为家行传媒的很多演员 提供了很多演戏的机会 如果不是为了提携同公司的后辈 那么可能张冰冰也没有和杨幂 共同主演剧集的资本 在杨幂拍摄着家行大礼包这些年 唐热的人气和热度反而在不断地下滑 唐热上一部和观众见面的作品 是其和斗霄主演的燕云台 该剧的成绩不温不火 唐热在其中的表现也备受争议 唐热产后复出后 一直没有新的剧集和观众见面 至今为止 带播剧也只有繁华和正在拍摄中的念无双 长期的空档对他的事业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大家本以为他产后复出之后会想着转型 没想到初走半生 归来仍是古偶 但其实之前杨幂与唐热的友谊 曾经是演艺圈的佳话 两人被誉为姐妹桃 关系亲密无间 然而自2018年开始 这段友谊似乎出现了裂痕 两人之间的交往变得稀少 甚至有些尴尬 回顾起杨幂和唐热的友谊 他起源于2009年拍摄的《闲剑奇侠》转三 在剧中杨幂饰演了角色雪剑 而唐热则饰演了角色子萱 两人在剧组相识并成为好友 曾一起上节目走红毯 并连续多年在对方生日时送上祝福 然而从2018年开始 这段友谊逐渐冷淡下来 两人再也没有相互送上生日祝福 同台活动时也显得陌生 甚至连简单的打招呼都不再有 这让粉丝们感到十分困惑和遗憾 对于两位曾经如此亲密的朋友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然而在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的一期中 杨幂意外地提到了唐热在《仙剑奇侠传》三中的角色明子宣 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有人认为这可能意味着两人的友谊 有着修复的可能 回忆起两人的友谊历程 我们会发现他曾经是非常亲密的 杨幂在与刘诗诗渐行渐远后 与唐热的关系越来越好 在唐热分手后情感受伤的时候 杨幂一直在他身边安慰之时 并亲自帮他骂对方是渣男 杨幂与前夫刘凯威混音出现危机时 唐热还特地前来领奖支持他 杨幂也曾在采访中表示 唐热是他少数几个真心朋友之一 两人性格互补 彼此信任 被封为中国好闺蜜 后来杨幂与唐热渐行渐远 感情逐渐冷淡 关于两人之间的矛盾原因众说纷纭 有人认为是资源争夺的结果 也有人认为是外界经常拿他们做比较 所导致的误会 传闻有两个关键因素 可能是造成他们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 一是中韩合资的喜剧电影赏金猎人 这部电影备受关注 不仅因为故事情节引人入胜 还因为两位当红女星杨幂和唐热 都对与韩国演员李敏浩合作产生了兴趣 然而最终的机会被唐热捡走了 这让杨幂感到失落和不满 之后导演陆川拍摄的电影《九层妖塔》 选择了唐热作为女主角 使得唐热的声势愈发高涨 这种频繁的被竞争对手抢走机会的经历 网友猜测可能加深了杨幂对唐热的不满和极度之情 二是和一生肖默的电视剧与电影版 唐热出演的电视剧版本 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和高收视率 而杨幂主演的电影版本 却被批评为烂片 更令人意外的是 唐热的工作室 竟然点赞了一篇诋毁杨幂演技的文章 尽管之后工作室解释说账号被盗 但这件事却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杨幂可能感到受到了背叛和伤害 因此对唐热产生了愤怒和不满 然而随着杨幂与刘诗诗的友谊重修就好 杨幂与唐热之间的关系 似乎也有了一些转机 去年杨幂在刘诗诗的生日线上的祝福 一举打破了他们长达11年的情感僵局 同样他们也在微博之夜上携手共同亮相 进一步将宫中的视线 吸引至杨幂和刘诗诗之间的互动 而对于在综艺节目《密室大逃脱》的一期中 杨幂竟然主动提到了唐热饰演的角色名 有一个游戏角色的造型 很像唐热在《仙剑3》中的角色紫萱 杨幂看到后立即喊出了紫萱 还模仿起唐热在花絮中的名场面 这一幕让观众们兴奋不已 认为这是杨幂与唐热友情恢复的迹象 但目前看来也没什么其他迹象 这可能只是一个热梗而已 而当初带后辈的时候 差距如何之大已成为过去 现在杨幂和唐热再一次截然一身 事业处在一个尴尬的阶段 相信他们之后也无暇他顾 只会专心于自身的事业发展了 前辈带后辈也不是娱乐圈中的稀罕事 只是前辈还是要自己站稳了脚跟之后 再去扶持其他人 和把五花鼎盛时期就带后辈的现象不一样的是 大花们都是功成名就之后才开始带后辈 当初把五花带的是九零花 现在大花捧的却是九五花 比如李冰冰公司旗下有周远 周迅公司旗下有张静怡 徐静磊公司旗下有李更西 不管是八五花带九零花也好 大花带九五花也罢 观众都是觉得喜闻乐见的 毕竟影视圈还是需要百花齐放的 比起戏拔一样的前辈 大家自然更希望影视圈多一些乐于提携后辈的前辈了 希望这些后辈也能不负众望 早日在影视圈赢得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